我想姬佛院长和李树兄都应该记得吧 这句话味道得很经典 怎么说呢 从民营企业家现在普遍的心态是 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 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 那么在结合到最近的十四届 世界四中全会的这个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 我在这里非常坦率地跟各位讲 我深表担忧 为什么要深表担忧呢 我们在这里应该仔细地回顾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做了什么 邓小平发动开启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想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 实现任期制 确保政权的顺利交接 在经济上他做的两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两个分开 党政分开正起分开 那么今天还提着两个分开吗 当年邓小平 胡耀邦赵紫阳 包括后来江泽民 胡锦涛 反复讲的是企业就是要一罚金云 赵章拿税就可以了 那么我想今天为什么我把这个问题 提出来供大家去深思 如果朝这个方向继续下去 民营企业家 私营企业家的权利 自主经营的权利 得不到妥善的保障 得不到充分的保护 跟我们有信心吗 今天你观察中国经济 你不用看别的 你就看民营经济 你就看民营企业家 社会有信心 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按照刘河副总理的说法 已经是五六七八九 五六七八九啊 半个大作强作优 这句话我并不反对 我认为一个国家 应该鼓励所有的企业 做大作强作优 为什么这专门 鼓励国有企业 做大作强作优 记住院长 你好问我 我想就是我们今天 中国经济面积的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这里 可以大胆的说 再过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 我们还要再回来 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 所有企业能够搞好 我们还需要改革呢 加强党的领导 我不反对 本来就是执政党 但是我们现在提的是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 党领导一切 这是文革期间的说法呀 党的一人化领导 靠党的一人化领导 能够把企业做好吗 我今天把这些 非常非常坚弱的问题提出来 因为大家 你们在华盛市中院学习 我相信你们不是简单的 学一个技术 学着资产负债表 学着资本运作 学着上市 那个你们不用学 作为董事长 生意我 你不用学这些东西 作为董事长 生意我 你学的是你的责任感 你的情怀 你的理想 你的血性 你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负责任感 还有一分钟 所以中国经济的下行 如果我们今天朝这个走下去 它只会是持续的下行 我今天在这里 各位华盛市院的学员 我把这个问题 极其坚弱的起出来 我知道院长有点紧张 你不要紧张 你还有30秒 为什么你不要紧张呢 每个人为自己的言